欢迎大家收看由以斯拉培训网络举办的时代脈搏讲座 今天是第二讲 上个礼拜在第一讲之后 很多谢大家的留言 提出一些很有趣的问题 亦给我们一些很宝贵的意见 让我们知道 关于尾巴冲突 有什么地方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 帮助大家去明白更多当中的来龙去脈 今天我们很开心 我们的总干事蔡春希博士 有机会再和大家主讲 题目是 《再探尾巴风火困局的来龙去脈》 在开始之前 我们安排了一次实地报道 我们联络到一位在以色列住的朋友 就是黄雪兴老师 他是希华文化交流中心的董事 他制作了一条短片 关于最近尾巴冲突的事情 我们得到他的同意 很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其实上一次 蔡博士也很简短提过 最近尾巴冲突的起源 今次相信透过黄老师这条短片 大家会明白更多当中的背景 大家好 又是我的雪 相信很多人都很关注最近以色列的新闻 但很多媒体都忽略了一件事 原定在5月10日高等法院 要宣判东耶路撒冷 借克格拉区的阿拉伯人 是否要撤出 但最后听证会要改期 这件事要追索到奥团曼时代 当时犹太人向土耳其政府 完全买下了这块地 但到1948年独立战争 虽然以色列赢了 但整个东耶路撒冷和借克格拉 被阿拉伯的联军攻占 按照当时的安排是属于约旦管理的 到1967年的六日战争 以色列将这块土地奪回来直到今天 每年的耶路撒冷日就是纪念这件事 以色列对借克格拉的主权很明确 应该是回到1948年以前 犹太人占领的状态 对于1948年至1967年的主权 一概不承认 但在这段时间 有不少的阿拉伯人搬进去住 因此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 一直不能解决 再加上联合国在1967年的11月22日 曾经通过一个二决案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号决议 以色列必须退出在1967年 用军事力量占据的地方 中包括东野路撒冷 阿拉伯人就用这个二决案作为理据 一直打到高等法院 当然以色列是不会承认这个二决案 正如在1948年联合国通过这个分治方案 阿拉伯国家同样都不承认这个方案 当以色列一方宣布立国 阿拉伯联盟就马上宣战 联合国又可以做到什么呢 再加上5月10日是伊斯兰教的齋戒月 同时也是耶路撒冷日 耶路撒冷日是纪念在1967年6日战争 修复耶路撒冷的旧城 在以色列圣殿山的苏洞 就有数十名示威者和警察受伤 期间苏洞升级 到了下午4点左右 哈马斯向以色列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如果警察在下午6点前 没有从圣殿山和东野路撒冷的 借赫加拉区撤出 他们将会发动袭击 直到下午6点 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哈马斯开始向耶路撒冷和周围地区 还有南部城市的方向发射火箭 在冲敌的第一天 已经发射了300多枚火箭 根据以色列的官方报道 直到5月15日早上为止 已经超过有2000枚火箭 射到以色列各大城市 一半已经被铁熊拦截了 350枚回到加沙地带 在5月11日 距离加沙地带40公里以内的学校都要停火 但会继续进行视像学习 最强烈的一次攻击 在5分钟内向以色列发射了137枚火箭 与此同时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中 有数百名暴徒 引发了暴力的骚乱 故意破坏和纵火 主要是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运居的地方 例如 Rama Lot 后来演变到Arco 耶稣水面走的加勒 都有暴动 真是可以说内忧外患 当日国防部长Benny Gantz 批准招募5000名后备军 以色列基本上是全民皆兵 当中有些特别的理由可以免疫 例如健康有问题 宗教人士等等 他们在中学毕业后 都会入五当兵 女的当两年 男的两年零八个月 之后他们每年会有一个月的服役 直到45岁 这些人称为后备军 国家需要他们出清的时候 表示国家的形势很严峻 家庭中的爸爸或者儿子 要离开家园去保卫国家 在以色列那么久 我感到神的时候 一直在保护以色列 今天在6点17分的时候 大概有一分钟 在加勒已经发射了五枚火箭 去到别士巴的东南西北方向 我儿子认识的朋友 去家被射中了 因为在防空房 所以他们没有受伤 一般遇到警暴的时候 然后人会马上躲在防空房里面 防空房跟一般房间 没有什么大分别 主要是门窗 是由钢截做的 四面的墙都是用钢板做的 所以特别厚 有一些旧楼 家里没有防空房 通常有一间防空房 在地下或者街外 所以当他们遇到警暴的时候 他们通常躲在楼梯的位置 有一些地方没有足够的防空房设施 是需要暂停活动的 好像今天教会的敬拜 聚会就改为视像 因为当在警暴的时候 没有足够的防空房设施 是不允许聚会的 那又何苦呢? 大世已定 国泰文安 最后陈家乐都退下来 以色列已经立过73年 大世已定 这样去反以伏霸 搞到民不聊生 那又何苦呢? 好了,今天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好多谢大家再次收看 我们这个尾巴冲突的续集 好多谢王雪卿老师 给我们对于尾巴封火 是很清楚交代 那个详细的起因 在他刚才所说的里面 亦都提到这个东耶路撒冷 特别一个区是叫 叫谢克贾拉区 这个区在哪里呢? 我们看这幅地图 这个是部分的东耶路撒冷的地图 如果大家看下面 蓝色圈圈的那个 那个就是经常去以色列 那个耶路撒冷的旧城 红色圈圈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谢克贾拉区 这个区里面住的 当然就是巴勒斯坦人 在两个圈的左边 大家会看到一条黄色的双线 这个就是现在 在耶路撒冷城里面 所行走的那条轻轨的铁路 这条铁路的右边 可以说是东耶路撒冷 在铁路的左边 大致上就是西耶路撒冷 如果我们看这幅地图 可能会更清楚 现在所有有颜色的位置 都是叫做东耶路撒冷 而其中里面 我们刚才讲的是绿色框 框着这一块 而隔壁也在那里 在绿色框的左边 大家看到一颗白色上面有一个框写着一个字 其实那些是属于西耶路撒冷 而在这个西耶路撒冷和东耶路撒冷的沿着 有一条绿色的线我们叫Green Line 那条Green Line的上边绿色的线 原来是1949年在这个独立战争之后的停火线 所以这条线亦都划分了东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的分别 好了 交代了之后 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今天要主要讲的问题 就是哪一个是巴勒斯坦人呢 其实上一次我们有交代过 不过我们今天详细更多来讲 首先讲到这个明治 我们要明治沉根 即是说巴勒斯坦人来自什么呢 原来来自巴勒斯坦地 巴勒斯坦地这个字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非利是人的地土 你知道旧约有一种人 这种人是来自圣经所说的加菲托 也是新约里面所谓的甲理底 今时今日人都叫他克里特岛 他们属于一种海文 海上来的移民 这个名词巴勒斯坦地 是谁建的呢 原来是由一个罗马王 他的名字叫哈德良 哈德良其实在罗马皇帝当中非常出名 因为有很多世界上的建筑物都跟他有关 好似在希腊的雅典 有一个叫哈德良的海船门 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地标 如果你去到罗马城的话 你会在博物股里面看到一个非常巨大 就是哈德良的一个骑马铜像 而且手工非常精美 但是你说以色列又没有那么多呢 其实有的 不过在以色列的博物馆里面 你会看到的了 而这个哈德良 为什么来到以色列 那么被犹太人觉得 他是可憎户的罗马皇帝呢 原来话说 132至135年的时候 当时犹太第二次的革命 哈德良来到平乱 平乱不用说 当然对于这些起义的犹太人 有一些不好的对待 所以以色列人一直以来都是耿耿于怀 由于他当时平乱 就将很多的犹太人 赶离开这地方 大部分有些去了埃及 在那些抗冬里面做抗工 并且他就直接把这地方改名 你叫他做以色列地吗 我就将他改名 就是叫做巴勒斯坦 来到港这地方 所以巴勒斯坦就是 非利是人的地土 所以这个名字的由来 是因为这样而起的 那非利是人 是何时来到这地方的呢 这些事不禁谈 一个点就是历史的主权 上一次我提到一个年份 就是主前1,190年 这个年份是没错的 非利是人当时大批 大量地迁徒来到加南地 但是在他未曾到之前 原来约书雅已经在主前1,406年 经过了漂流抗云40年 过约弹河进入加南地 所以当时他来到的时候 就供取加南很多的诸城 当供取经过士兽时期 来到列王时期 苏罗王就正正式式 和这些非利是人碰他的面 所以当以色列人来到的时候 非利是人跟着大量就来到 如果这样的话 即是以色列人比他早来到先 其实看回《创世记》的时候 圣经21章32节就说 他们在别士巴立了约 这个他们指哪个呢? 就是阿伯拉罕 跟阿比米勒 他就是当时的非利是王 非利是王阿比米勒 就跟他的军长有规模 叫做非国 都签约了 就回到边压 回到非利是地 所以大家很清楚看见 创世纪阿伯拉罕时代 已经有非利是人 他们说可能指到非利是人的先头部队 他已经登陆来到加南帝的地方 所以这个一定是早过以色列人 哥约旦河进加南的时候 接着圣经更加说 阿伯拉罕在非利是人的地寄居 就是说非利是人的地 就是肯定的 长久的 而阿伯拉罕只是暂住 所以更加表明了 似乎这些这样的非利是人 更早于阿伯拉罕 已经来到加南帝 不过历史里面再说下去 来到公元前七八大概二十二年 当时非利是人的政权 就被阿伯是所征服 再跟着下去 来到大概公元前五八八十六年 最终被巴比伦尼布格尼萨所毁灭 所以这次的毁灭差不多 差不多将非利是的名控铲除 不过去到波斯的年间就更清楚了 去到波斯的年间 更加连他们非利是人的身份 都因着当时的情景的缘故 在公元五世纪之后 他们的名字 历史里面已经完全消失 所以可以说当时 如果有非利是人的后代的话 他们只不过是跟了当地的人 通分混血 而融会了在当时的其他 住在巴勒斯坦地的人的血统当中 所以跟着下去 就有很多不同的阿拉伯人 来自不同的来源 就迁徙去到巴勒斯坦地 在那时候就住下去了 住下去的时候 这些人可能不跟非利是人有关 如果有人以这个源头来说 原来巴勒斯坦的名字 源于非利是 而这个名字是由135年的时候 这个哈德良所改的 对于现今的意义来说 到底哪些才是巴勒斯坦人呢 通常你问一个阿拉伯人 你是不是巴勒斯坦人呢 即使他是 因为他也不会把自己 扔回以前的非利是人来说 除非是站在名义上来说 但是站着现今的意义 原来 凡是住在西岸的阿拉伯人 就是称为巴勒斯坦人 什么叫西岸 现在明明在东面 就是以约旦河为中心 约旦河以东 就是约旦国家 约旦河以西的地方 就是叫做西岸 包括古代的撒曼尼亚 耶利哥 以及东耶路撒冷 都在其中 当然还在地中海边 有加撒的地带 如果不是住在西岸 那叫什么呢 不是的话 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可以拥有以色列的身份证 不过拥有以色列身份证的 以色列人当中有犹太人 亦都有阿拉伯人 所有的以色列人 就不一定是犹太人 但是所有的犹太人 都应该是以色列人 所有住在以色列的地方 都有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所以这个应该很清楚 到底现时的巴勒斯坦人 会以什么名义 来说他们拥有地土的主权呢 就是这个应许共享的理由 意思是他们相信阿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另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一起瓜分一半 起码都有份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理由 不过我们不断要问一个很详细 要解释的问题 就是到底以色列人 他是不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呢 这个问题真是一个很多人要问 亦有很多商人要知道的事情 我做了一个研究 这些研究就是根据一些学者 他们做了很多的了解 追寻而得出 其中一个很好的作家 叫做马可道理博士 他是一个学者 也是一个人权活动的人 而且他是一个英国的圣公会牧师 他更加是中东龙壇的写作研究员 但是他更加是密尔本神学院 伊斯兰研究中心的一个兼职的研究员 他就写了很多本书和很多文章 其中他就很清楚将一样的讯息带出来 他就说以色玛利根本就不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所以要留意 现在一路再说下去 他不是我本人说以色玛利 是不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而是这些学者很清楚地研究得出来的一些结果 当他说以色玛利根本就不是阿拉伯人的祖先的时候 他怎么解释呢 他说其实圣经也好 其他的历史的证据 都没办法支持一个普通的观念 什么普通观念 就是说以色玛利是阿拉伯国家的父亲 这件事真的很严重 你说不是? 很多人都相信是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 很多个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都认为阿拉伯人 就是阿伯拉罕后代以色玛利那里出来的 好像什么呢? 好像一个叫霍丁的一个学者 他说很多非穆斯林和穆斯林都确实认为阿拉伯人是由阿伯拉罕的后裔以色玛利那里出来的 就将这个观点当成为系譜上和历史上的事实 所以有些作家和一些教师都经常将以色玛利这个名词 就视为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一种代码 你说这个是真是假的? 道理他就说很容易妙解 我们可以从很多书的名字里反映出这一点 所以好像有一本书 其实那本书叫做《以色玛利尼拉》 里面是关于呼召基督徒 你们来,要向穆斯林传福音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一个玛利克 他就以以色玛利尼拉去鼓励 其实以色玛利跟犹太人有关、跟圣经有关 我们向他传福音 另外一个是马丁吉尔伯特 他写了另一本书就是《以色玛利之家》 里面讲到伊斯兰统治之下的犹太人的历史 又是以这个观念来讲这本书 当然有另一个作者 直接讲到以色列和以色玛利 他们就是穆斯林和犹太人的一种关系 他整本书就要研究这一样 所以这些所有的书都反映到这种信念 更进一步,这个道理他就说 很多基督徒和教师都是以创世记 来看关于阿拉伯人和伊斯兰历史轨迹的预言 你说是吗?这样 是的,好像在创世记 十七章二十节 圣经里面有对于以色玛利的祝福 祝福里面带有预言性 怎样祝福? 他说,至于以色玛利 我亦都应许你 这个你就是指导当时的夏甲 我必赐福给你的儿子 就是以什玛利 使他昌诚 极其繁多 即是很多子孙 他必生十二个族长 以色列有十年之八 他也有 我亦都使得他成为大国 这个宣告 拜有神对夏甲的应许 这个应许是会在以色玛利他儿子的身上 另外一段经文 讲到十六章十二节 天使对夏甲预言 以色玛利一定会像 还有什么?他的性格是什么?野狼 他的手要攻打人 要打人的 但是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就是了 这种状态就是指导 他的儿子将来会和人打架 特别可能是会和以色列人打架 所以现在和以色列人打架 莫非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语言的应验 当时的道理博士解释 他说很多传途人 还将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 即现在的冲突 那种熟灵的根源追溯到阿伯拉罕和撒拉 对待夏甲和他的儿子以色列人 不要他、拒绝他而产生 将这个原因说出来 并且有一些甚至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 那种冲突追溯到 因为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之间 争他父亲的祝福而引致 为什么会争? 因为两个都有他父亲的祝福 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 导致阿拉伯人、基督徒甚至犹太人 会认为以色列人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呢? 这种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呢? 我们不禁要跳对第二个学者的研究 这是牛津大学古代历史的名誉教授 佛格斯·米勒博士 米勒博士有一个书出了 这本书叫做《夏夹·以色玛利·约瑟夫和回教他们的祠源》 这个研究就在2006年带出了一个新的观念 原来他的意思是说 不是的 这个以色玛利不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产生出来呢? 他追寻到了 他说原来最初是由约瑟夫开始的 约瑟夫通过以色玛利 这种就是阿拉伯人和阿伯拉罕之间 通过他一种假设性的联系 所以没有实质 他说的 他说的时候没有根据 一种假设性的联系 那又怎样呢? 就进入了去基督徒的历史的意识 那就是意识 诶?有七夫说应该对的 那样 然后后来回教兴起了 又进入去早期的伊斯兰的当中 那你说了 那这个米勒进一步 那怎样说法呢? 那他就有根有去的 他就根据可难经 那里面就说了 的而且确阿伯拉罕和以色玛利 曾经在可难经里面 就是向阿拉伯神祈祷 祈祷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后裔 就会成为穆斯兰 有这个祈祷 第二就是 但是没有说以色玛利 或者阿伯拉罕 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没有这件事在那里 有说他祈祷而已 那你说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出来呢? 原来这种联系 就是以色玛利和阿拉伯之间的联系 是建在回教的圣分文献当中 就不是建基在可难经的 那你说什么叫做圣分文献呢? 这个圣分文献是后期一些的 来到八至九世纪的时候 这个圣分文献就追索回 毛肯密德他的言行录 就是这样 他里面就有记载 毛肯密德他的家谱 有在 但是这个可能连毛肯密德 都自己没有过过 另外在传统上 亚伯拉罕和以色玛利里面说 不单止被认为是穆斯林 或者是 摩康密德 或者是 伊斯兰的先知 摩康密德 他的属灵的前一 为什么他会成为先知 最前是有阿伯拉罕和以色玛利 再进一步 而且 可能是一部分也好 或者是整个也好 阿拉伯人 他是跟阿伯拉罕和以色玛利 即是有血肉的关系 他们就是阿拉伯人的血肉祖先 这个原来不是根据性分文献 那圣经怎么说 米勒又再进一步追尋 那圣经怎么说 圣经有三个要说 第一 圣经里面说 很清楚 以色玛利人是以色玛利的后代 是不是 是 第二 圣经有没有说过阿拉伯人 有 其实阿拉伯 即现在的所谓阿拉伯人 就是因为沙地阿拉伯 他们有回教 所以跟着下去 很多信奉的回教都叫阿拉伯人 特别在中东一带 所以当时圣经 还未曾有沙地阿拉伯的回教之前 已经提到阿拉伯人 不过就没有说阿拉伯人和以色玛利人之间 是有联系 所以根据圣经 是没有这种看法可以成立的 第二个学者 被我们在这方面了解多了 接着有另一个学者 这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 他的名字叫做艾柏尔 他是谁 他原来是特拉维夫大学 你知道特拉维夫学术很高的 一个以色列的学府 他写了一份专文 这份专文叫做 和阿拉伯人在民族学术语上的转变 这个名字真的很专门 艾柏尔怎样说 他就说圣经里面提到以色玛利人 是比阿拉伯人早 两者虽然也没有运送 但是相隔好几个世纪 他就说 直到公元前十世纪中业 提到以色玛利人就停止 这个经文记载 可以是来到历代至上 二十七章三十节 我查过的时间 是十世纪中业 是对的 而对阿拉伯人提到他们的话 仅仅是公元前八世纪中业才开始 看看历代至下九章十四节 我又查过 如果是历代至下九章十四节 按照时间性 有可能是大概公元前九世纪左右 八世纪中业再前多一点 但无论是九世纪八世纪中业 都是与十四纪中业 是没有直接的联系 都是有相差 所以如果把以色玛利人 和阿拉伯人联系起来的传统 他就说是没有历史的基础 好了 艾柏尔又再说下去 他很高招 他说圣经确实有将以色玛利人 和米甸人 如果你是不知道的话 你现在知道了 以色玛利人和米甸人 就有联系 两者有联系 是很清楚的 而两个民族 而以色玛利来自米甸人 这些同意词等等 在圣经里面多次出现 所以《创世纪》 如果是写得很清楚 以色玛利和什么拉加压 就是和米甸人 就不是和阿拉伯人 所以当时圣经有记载 约失 当时被他哥哥摆到坑里面 然后卖给骑着骆驼的 什么人 以色玛利人 去哪?去埃及 但是提到以色玛利人 后来再说 又说他卖给米甸人 所以他们亦被称为米甸人 在《创世纪》里面有提 《事诗纪》里面也有提 所以这些经文大家回答 可以自己再看一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第三点 艾帕尔又说 在《创世纪》里面 有很多种民族 这些族群的身份 通常可以追溯到有一个祖先的起源 然后这些族群 以祖先的名字来命名 这种模式 能够如何应用在以色玛利的身上 《创世纪》 将阿伯拉罕各个后裔和亲属的族群 连细所上来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这些 有说过以东人 以东人是谁 以东人是以撒 以撒的儿子是以素 以素的后人就是以东人 也是跟阿伯拉罕有关 以东人被推到北面 进入犹大南部的边缘 希腊语就说以土迈 就是他们 似乎以实玛利人 在几个世纪之前 已经流散 没有了 所以以土迈在哪里 以土迈有根有据 就是在犹大的南边 现在大家看这一树的地图 而其中一个圆绿绿 咖啡色的 就是说到阿拉伯鱼 而在上面 就是说到其他 阿伯拉罕的后人和他的亲族 他们之间的发展 就是在正晒上面 在这里我们不禁论 这个与以实玛利 是不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并不一致 就是说在这种情景看 阿拉伯人的语言在下面发展 而以实玛利和他的亲族 阿伯拉后人在上面发展 因为阿拉伯语是属于什么 闪族语系的分支 这个分支是远远早过阿伯拉罕家族成员 每一个分支的时间 就是说阿伯拉罕的语族未曾发展 阿拉伯的语族已经发展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阿拉伯语的使用者 取代了一些早期的嘉南语的国家 包括什么呢 包括住在阿拉伯、列谷 和死海周围的摩颜人 和以东人 这书我做了一个家谱的图表 和语言的关系 大家都了解了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原来是三兄弟 其中有另外一个叫哈兰 他们之间的兄弟是来自塔拉 阿伯拉罕生了以撒 亦生了以什玛利 以撒又生了雅各和以素 雅各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 以素成为以东人的祖先 以什玛利也即是迷天人 他是谁祖先 情间交代 另一边就说到哈兰 哈兰是早死的 所以他的儿子就是罗德 后来当离开吴义的时候 罗德是跟从他的叔叔 即是阿伯拉罕 不是跟从他父亲 因为他父亲已经离开世界 罗德之后 就和他两个女儿同房 结果他一个女儿叫摩颜 生出了摩颜人 另一个女儿叫马尔便雅米 便雅米成为了阿门人的祖宗 这个图表清楚之后 我们不禁看第二个 即是说以什玛利 是否阿拉伯人的祖先 这个我们要找一个答案出来 首先看历史和语言学的专家 亦是这份论文所说出来的 他很清楚说 现在很清楚能够追寻到 以色列人和以东人 他们是属于迦南语系里面的一份子 而这个摩颜和阿门人 亦都是迦南语系的一份子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都是一起在那里 如果说他们都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都应该是迦南语 不过在历史里面 这个语言是不长无法追寻 不过极有可能迦南语系的一种 现在想说什么呢 而这个迦南语系 原来更高的是属于西北陕族语 所以这个西北陕语族 就是所有这几个民族的再上一级 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这个再上一级就是中闪语族 这个中闪语族 产生了阿伯拉罕、哈兰和他们的后裔 但同时亦产生了阿拉伯人的语系 意思就是说原来这个阿拉伯人 他们说的语言 他们这种民族的族谱 是在这里上去 就跟这个以色玛利 也就是米甸人那些 是拉不到上关系 而且正如刚才所说 两者是相差了有成一千年 即是说阿拉伯人存在在那里 比阿伯拉罕更早在加南地附近 但而且有他们其他的族群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说这个这么早已经存在 后来成为后来一千年的后裔的话 这个说哪里都说不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根据以上几个学者这么清楚的研究 不是我本人的研究结果 他们说这个以色玛利 不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这个很清楚 所以如果他们说 阿伯拉罕有两个后裔 所以这个加南地 神应许给阿伯拉罕 都应该给以色玛利和他们后裔 这一点就没有圣经 也没有其他历史 也从语言学里面去理解 是没办法拉得上关系 过往里面就有四次中东的战争 就是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事 那句起因 反应和结果是怎样呢 未曾说这些战争之前 我不禁要复述 在几年之前 这个以色列的总理 内塔利阿湖 当他回顾以色列当日复国的情景 他说六七十年前 我们可以说没有国家 没有军队 七个阿拉伯国家 就在以色列仅仅复国 几个小时 就说要向这个小国家宣战 并且要把以色列推到地中海 所以当时 犹太人多少个呢 六十五万 阿拉伯联军数百万 按比数来说 而且以色列没有强大的 以色列的国防军 再加上没有强大的空军 你知道如果没有空军支持住 有什么事呢 没有人请教你的 那他们有什么 只有勇敢的犹太人 无处可走 就是你走到这么小的地方 人家在那里围攻你 你走到哪里呢 而黎巴嫩、敘利亚、伊拉克、约旦、埃及、利比亚、沙特、阿拉伯 都同时发动攻击 七个大人打了一个小孩 而且一齐不是分开 一齐走去打你 那你说联合国当时怎样呢 联合国说不怕不怕 我们给你土地 给你多少土地呢 给你很多 但原来给土地 65%都是沙漠抗野 你说这些沙漠抗野 又有很多蚊虫 在这种情况 你给那里 给我发展 那怎样呢 在这种情景下 以色列人就复国 复国之后 就开始打第一场战事 就是叫做什么 就是叫做独立战争 这场战事的起因就是 联合国通过分割 巴勒斯坦地区 犹太分得的领土 出现建国契机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 联合国说一半 就给以色列一决 就给巴勒斯坦 你们两个一起 如果大家在当时里面 好吧好吧 我就在我自己地方发展 你就在自己地方发展 那就行了 但巴勒斯坦不行 我不要一半 我要全 但是他们就明然将以色列人 推下去 这个地中海 所以 现在就是 你说要推 就是说 我不要这样分 现在要打 好了 你说要打 就打 打打打打打打 打到最后 打不够你打了 而且 本来那些沙漠地区 你搞得这么好 说去分的情景 哇 就好像有些那个 之前说分 你又不肯 说要全 现在 就说要打 你又不够人打 结果 人家搞得这么好 竟然这么好 你就说现在来分 你说 那对方肯不肯呢 意思是不肯 当时起因是这样 当时的反应是这样 巴勒斯坦人 反对联合国的提案 对以色列 发动攻击 发动攻击的时候 还连同埃及 约旦 伊拉克等等的 阿拉伯联军 来支持他 来到 将以色列推下去 这个地中海 那结果怎样呢 结果 以色列人 在小数目 就大比数赢了 是不是 以色列战胜 并且取得 实质的独立 领土原本 一半 全巴勒斯坦全击50% 结果 打赢了 有77% 大了 哎呀 跟你打 打一次 你就多了 哎呀 不过我们还要打下去 结果又第二次了 第二次 就是1956年的时候 打的时候 起因就是 因为英国 法国 因为埃及 将苏伊士 运河 收归各有 这是我们的 于是 联合以色列出兵 埃及 奪回苏伊士的利益 为起因 于是 埃及出兵 对抗英国 法国 以色列的联军 开战之后 就受到 美国 苏联 为首的国家 舆论支持下 不要打了 打什么 于是 就不打 收手了 所以 结果 又是以色列 贏了 当他这次 贏了的时候 又抗大些了 佔领了西奶半岛 还有 加薩走廊的地区 还有 红海边缘的 阿跨巴湾附近 于是 埃及便输了 虽然他输了 但是 拿回成沙皇 他就成为了阿拉伯国家 对抗以色列的领袖 你有经验打以色列 不如以后打你 做领袖 这是第二次的中东战争 第三次 第三次的起因 就是埃及 很想拿回 之前没有了 就是西奶半岛的主权 于是 在以色列的齋戒月的时候 关闭了以色列的入海口 并且开战 埃及德力在苏联 当时支持他 并且有敘利亚和约旦的联军加入 是威是勢 谁知道 反而就是全国齋戒近的以色列 因为有美国和北约的成员国的支持 结果先发制入 收到封 埃及要打 谁又说要打 于是先发制入 用最快的轰炸机 炸烂埃及的空军 而且很快奪取很多土地 六天 已经将阿拉伯的联军击败 这一次的结果 以色列获胜 占领到加薩地区 和西奶半岛 还有耶路撒冷 约旦河 西岸 和哥能高地 不过在这一次的结果里面 有一个不好的事情产生 就是产生了很多难民 这些难民 他们应该如何 去哪里 去哪里留他 去哪里收留他 这也是现时巴勒斯坦问题的其中一个起因 第四次中东的战争 就是阿拉伯国家 为了要奪回第三次中东战争 其实打那次和上次有关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就将第三次中东战争 塞去他领土 组成了联军 就要凶杂以色列 要奪回 是不是 结果反映就是 以色列起初 就出兵不利 好像不够打 但是在美国的弹药 和技术支援下 最后又击败到阿拉伯的联军 那又怎样 双方在联合国停火的线里面 埃及和以色列进行了和谈 陆续收回西奶半岛的主权 你说要西奶半岛 埃及我给你 所以以色列人不是不想谈和平 你说要给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可以给你 给了西奶半岛也好 大家中间有一些东西 就变为缓冲地 所以石油禁运 就导致当时油价暴升 而这一部分 就是重挫欧美当时的经济 都是因为第四支中东战争而引发的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中东战争 你说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信圣经 圣经里面就称以色列民为神的选民 你说为何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不是中国人 因为当神如果选中国人是神的选民 那犹太人又问 为何不是犹太人是中国人 这个是出自于神自己的主权 神被以色列人成为了选民 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好 但亦都有在过往里面的苦难 但是神藉着他们过往的历史 又将以色列的地土 成为一个信心的试验场 藉着他们过往的历史 来教导今时今日和历史当中 所有信奉耶稣基督的人 如何跟从耶稣过一个信心的生活 而在整个的以色列人 前前后后的历史当中 包括了他们复国 一分耶路撒冷 又或者将来要重建圣殿等等 这些一切都成为了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 这些都是一些圣经所说的预言的预示 提醒耶稣基督很快会回来的 所以很多人说 为何你说应该就来耶稣回来的 说了这么久都未曾回来的 你有没有说错 那没有 意思是说其实各个世纪 各个年代 很多基督徒都因着神在那个时代 又有部分的预言的应验 又有部分的应验 都令到那些时代的基督徒 觉得耶稣很快回来 而那个警醒的生活 如果现在说回就马上回来 那前面那些 全部都说你不用等了 千多二千年了 还有很久了 你不用警醒了 不是的 各个年代 包括马丁路德当时 都以为耶稣很快会回来的 所以这些一切 其实都是提醒我们 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 所以当我们看到尾巴的冲突 是 我们很关心 是 我们知道当中 有一些死伤的人很可怜 但是我们不禁藉着 这些除了要安慰他们之余 也都要提醒自己 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 所以我们说 我们应当如何为现今的局势 来祈祷呢 这样 那我们首先 当然当然要为到 求神赐下安慰 给双方的死者的家人 因为以色列也好 巴勒斯坦也好 他们都有死伤的人 那我们都求主 给他们有安慰 虽然他们死多些 他们死少些 其实在这些动乱当中的背后 都是有不同的政治势力 是支持他 经济支援他 或者甚至怂恿他 或者是献计给他 以至有这样的战争产生 这些战争产生 平民老百姓都是不想 我都不想走前 他就是要把虎鱼推前推前 结果便死了 死了的时候 又以那个作为一个 你看看对方炸死我们的人 其实那些人当然是无辜 但是当中里面真的有很多政治的方法来推动 所以我们首先求主治下安慰给双方的死者的家人 第二为到现今的局势 求主帮助他们 不要导致更严重的冲突 甚至不要导致战争就好了 因为一有战争 一有更严重的冲突 一定是有更多人的利势 而第三 求主让以色列的新政府和巴勒斯坦人 能够真正正坐下来 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 这个也是我们的意思 我们是想和平 我们不是想看见他有冲突 而第四 求主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更多人可早日信耶稣 因为唯独信耶稣 才是真真正正解决人心里的恨 能够献出爱和真正和平的种子 而第五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件事以外 或者当地的基督徒 能够在这个末世的当中 见到这些预言的应验 见到这些预兆的 如同圣经所说的一路同步发生的话 我们就要过警醒的生活 等候耶稣回来 最后我们都希望 为了看这个视频里面 有很多可能是 让我们是无道者 未信的朋友 能够真正借着我们的视频 能够认识基督教信仰和信耶稣 有时看见有些 我们视频下面有很多人的回调 你都会知道 他所说出来 就是未信耶稣 那我们都求主 让他们未信耶稣 不是接触这个视频 只是说巴勒斯坦叫人信耶稣 不是我们的网络里面 我们的视频当中 甚至不是我们的视频 有其他的视频 他看完这个又看第二个 第二道也好 好像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护教和传福音 在这个真是美广场里面 很多福音的信息 盼望他们看完这个 又看其他 能够对基督教的信仰 有认识 后来回教会 信耶稣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就真是宝贵 所以盼望有些时候 我是信耶稣的 我写了一些意见 你都不回答 如果能够回答 我们透过今次回答了 如果你说的话 有时候没有办法 答得这么多的时候 没有办法 我们都只能够放在那边 否则我们都做不到其他事情 盼望我们藉着这次的视频 能够对尔巴的冲突 有更多的认识之余 都认识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 巴勒斯坦人 看阿拉伯人 和犹太人的关系 今天我所说的内容 其中特别是以什玛利 不是阿拉伯人的祖宗 这个特别的论据 是出自很多学者的研究 如果你说我想知道 你所说的东西的出处 要做研究的话 这一章就列出来了 你拍一张照片 跟着里面的东西去研究的话 一定会找到更详细的答案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时代墨博》讲座 如果你觉得这个讲座帮到你的话 欢迎考虑按like或者留言 又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YouTube就会将这条影片 推介给更多的人看 我们也欢迎你 将这个讲座 跟你教会、团契和朋友分享 帮助更多的人 透过最近尔巴冲突发生的事 从圣经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我们也欢迎你 按Subscribe 去订阅以斯拉的YouTube频道 敲响的灵钟 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个星期 发放多条新的教学短片了 请继续为我们的事工祈祷 我们也欢迎你 借着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使我们有更多的资源 去制作更多免费的讲座 给大家观看 像今次的《时代墨博》讲座一样 大家可以前往这个网址 你就会看到不同奉献的方式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再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愿神祝福各位